圣灵的五分钟 来吧,圣灵,浇灌我的干燥,恢复我的梦想和希望 恢复我的活力和能量 5月25日,浇灌我们的干燥 圣灵也像雨,渗透到干旱的土地上 我们是知之作响和哭泣的大地,干燥和裂缝 但是,当恩典下雨的时候 我们的沙漠就会变绿,开满鲜花 充满了生命力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投入到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上 我们把我们的精力消耗在许多愚蠢的事情上 这些事情使我们的内心干枯 没有生命,没有爱,没有美 让我们呼唤圣灵像肥沃的雨水一样倾泻下来 使祂自己放在我们里面的好种子生根发芽 他在以赛亚书第44章第三节中承诺 我必将水浇灌在干壳的地上 将吸水浇灌在干壳的地上 让我们请求他浇灌 使我们精神焕发 用他神圣的水滴更新 恢复我们的活力和能量 重振我们的梦想和希望 因此,先知和希阿的承诺将得到实现 我将像露水一样给以色列 他要像百合花一样开花 像黎巴嫩一样沉下根来 他的枝条要伸展开来 他的光辉要像橄榄树 他要像黎巴嫩一样芬芳 他们要再次坐在他的阴影下 他们要使麦子生长 他们要像葡萄树一样茂盛 摘自和希阿第十四章第六至八节 让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向圣灵祈求 用这个美丽的祷告 暗示他的礼物和果实 圣灵,永恒的神 你的荣耀充满天地 我谦卑地站在这里 匍匐在你面前 我提供并给你我的身体和灵魂 我爱慕你纯洁的光芒 你不变的正义和你爱的力量 让我不要得罪你 也不要抗拒你恩典的启发 而是引导我的理解力 使我可以温顺地听从你启发的声音 并跟随他们 在你的怜悯中找到避开我软弱的庇护 智慧的灵 控制我所有的思想 语言和行为 理解之灵 请启迪并指导我 辅导的灵 在我没有经验的时候 引导我 科学的精神 驱除我的无知 坚韧的灵 使我在侍奉神的过程中坚韧不拔 给我力量 使我在一切事情上 以仁慈和善意 以温柔和真诚 以忍耐和慈善 以喜悦和长期忍耐进行 慈悲的灵 使我在与上帝的关系上 有亲和力和孝心 神的圣位之灵 救我脱离一切罪恶 和平之灵 请给我你的平安 圣洁的精神 用纯洁和谦虚的美德 装饰你所选择的圣殿 作为你的居所 并以你全能的恩典 永远保护我的灵魂 不受罪恶的破坏 阿门 阿门